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就想说假如我自己是医生的话 我可以解决我的小毛麻痹行动的问题 跟过敏气喘的问题 所以我从小就很希望我以后能够当医生 尤其当一个过敏免疫科的医师 从北医医学系及台大医院实习医师 都获得第一名毕业的他 1991年跟远赴美国犹他大学过敏免疫科进修 回国后与马杰纪念医院服务 至今迈向第三十五个年头 所有的时间都奉献在医疗与研究 一个月最多看着五千人次 期盼能帮助病患解决问题 那我们大概每天六点以前要到医院 那到医院以后我们就要查病人 所有记录看他的变化 有没有治疗得很顺利 都要把它矫正好 矫正好以后我们再参加我们所谓的 陈会 陈会就是医师的会议 医师回忆我们打特殊的病人拿出来讨论 大家的思考是不是可以处理得更好 我们接着八点半就要开始门诊 在太阳升起之前到医院报道 无论花风下雨或是台风来袭 他从不缺席 这是徐医师的日常写照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大排长龙的民众 徐医师仔细地检查每一位病人 透过亲戚的胃教教导病人应该注意的每一个环节 所谓过敏气传慢性照护的经验 我们怎么样设定这个步骤 怎么样做诊断 怎么样做治疗 提供哪些治疗 然后怎么样进行卫教 让民众有正确的观念 让这些照护医师的医护人员有正确的 过敏气传的照护经验是很重要 那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不但过敏的病 等身的生病跟死亡率都大幅减少 1997年在卫生署的号召之下 徐医师与多位专科医师共同推广 气传慢性照护计划 最后由徐医师定稿 解决了各个医师因为背景不同 而有不同治疗方式的问题 这个计划相当成功 大幅改善了台湾气传病患的健康问题 也时常获邀至国际间分享相关经验 我们在2000年正式发表一个卫生署的中文版气传诊疗 那以后就是纳入健保 以健保保险几乎为导向 来叫大家使用这个卫生署2000年中文的气传诊疗 那大家所有治疗都一致的话 他们就不会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医师之间的治疗方法偏差 或者互相批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获奖无数的学士达医师跟走入社区 在大台北地区的幼稚园与国小校园 推广过敏预防 继有一连串的大型活动 让家长与孩童了解应该如何改善过敏与气传 从生活与居家环境做起 我们推广前从校园老师再教育 然后推广到全国的医生病人再教育 然后药师和呼吸治疗师的再教育 我们都一直统统再教育 每年的五月第二个礼拜 我们办世界气传日活动 我们会有研究会 会有再教育的演讲会 会有一些互动式的演讲会 然后让大家民众来参与 为了能给予病人更好的医疗效果 徐医师除了致力于过敏气传的医学领域外 对于罕见疾病也有深刻的研究 这也让总是站在第一线 并把病人当成家园照顾的他 获得他们以及家属满满的感谢 我也希望说 藉由徐医师他对我们的帮忙 在这里可以感谢他 还有希望他的宣导这种气传的方面 可以让更多人去认知 其实我觉得他也算是自己的 像家人一样吧 因为他也是了解我的身体状况 他对我的身体也是比较了解 然后症状的部分也是 谢谢他对我身体的照顾 然后用他的专业知识 让我的身体可以更健康 我的表弟帮我查到说 徐医师有在做这方面的专案这样 那徐医师帮我诊断之后 他现在就是给药控制 给药控制之后就没有再查得过 那我很感谢徐医师 他帮我控制这种病 让我没有幸运的见证 因为台湾跟全世界一样 那医学知识越来越进步 医学技术也越来越迅速发展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 这是观念要了解 而且要能够跟医生配合认真治疗 这是最重要 除了医生以外病人的态度也要配合 所以我们要尽量做这个卫教 让人家了解过敏器权 徐医师打医师 一生秉持医疗贡献的使命 35年致力于过敏免疫治疗 帮助助理万机的家庭 成为家庭健康的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次